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非常高兴有船长邀请我来和大家分享 这个中西文化的深度交流 那么也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北美教育群的一大堆的群友 在这个线上能够有这个交流 当然对我来说它是非常的特别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类型的讲座 所以呢虽然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见到面 但是呢我在讲的同时呢 我的眼前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在一起 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讲座里面呢 我们能够有一个心灵上的交流 那么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想象出来的 可是可是也是我一个真的很宝贵的一个心路历程 希望在这里能够跟大家的分享 也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党愧 好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 首先呢刚刚船长已经介绍过了就是我的背景 那么我也想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的整个的背景专业背景是音乐 当然在这个音乐世界里面呢 我看这个整个的世界是很多的地方是从我音乐的角度来看的 那么我们特别是华人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学音乐 学钢琴或是去学一样乐器 那么这个显而易见的这个音乐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音乐对我来说呢 因为从小我在台湾生长 然后到了大概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就出国了 我一次刚开始我是到了这个美国西雅图 之后呢我又从西雅图转到了欧洲英国 所以我接触西方文化其实在台湾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我就已经接触西方文化了 因为的我接受的是一个基督徒的教学校 基督徒的大学呢 里面我们的老师呢都是都是西人 OK所以在那种环境里面呢 我这个中西文化的教这个接触呢 就这个观念就非常的深 那么尤其再加上我的背景是学音乐的 那么音乐里面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音乐的真善美 每一个父母都希望小孩子去学音乐 一定有他的原因 这个学音乐的过程当中 不是只是这个技术的磨练 我相信很多的家长 他们不见得让小孩子学音乐 是要成为大音乐家 但是至少他们能够让小孩子在音乐里面 得到了真得到了善得到了美 能够呢修养性情 锻炼这个耐性 各方面的好处的地方 那么在音乐这个背景里面呢 我看这个世界呢 它总是有它美的一面 这个美的一面呢 你看我们如果是在国际上中西文化交流 我从台湾来啊 但是呢因为爸爸是江西人 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华人的整个教育的背景 是非常熟悉的 即便在台湾 因为台湾很小嘛 那么他的升学啊 压力都非常的强 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 特别讲到了这个 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孩子的价值跟未来呢 适用我们的学历 适用我们的这个academic 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背景呢 就是特别是重视我们的学历的那一张纸 还有我们的那个学业课程啊 这方面我们特别特别的注重 这个在西方呢就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我现在走了这么生命的这么长的一段路啊 我怎么看这些不同 第一个当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台湾升学压力非常的强 所以呢 我相信中国也差不多 因为中国人这么多竞争非常的激烈 那么我们在台湾 如果你没有一个一定的学历 或是进不了一所 就是这个名流大学的话 基本上你就这个价值感呢 就相对的低了很多了 所以呢 在那种压力之下呢 一般的孩童 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呢 其实是在他们学业的发展 但是慢慢的在我高中大学的时候 我心里就已经知道了 我将来是要到美国 或是到北美洲去念书的 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去到英国去念书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时呢 那种无尽的压力 还有那种 在这种爱之深 则之切的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呢 我们总是感到一种压迫感 竞争感 所以呢 我就特别的向往 哎呀 我就想象说 在国外呢 他一定是很自由的 呃 他可能不像在我们亚洲 如果说考不上大学啦 那我可能就不敢出门见人啦 我的父母就会那么父母之间的一些攀比啦 可能考不上大学啦 或是没有进到特优的学校呢 父母他们就可能就觉得还没有面子 那么同样的相对的也会让小孩子这种自信感呢 会丧失 那么他也会可能会觉得说 他的价值如果不在于一个名校或是不在于特优的成绩 他的未来呢 他就显得暗淡无光 所以很幸运的呢 呃 在我的坚持之下呢 我就是在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我就离开台湾就出国了 当然出国呢 当时我我选修的是因为我更向往这个西方的这种音乐的环境 然后因错阳差呢 我最后到了到了英国 英国的这音乐学业里面 当然音乐的大家也知道 在音乐的这个背景里面呢 是要求非常严格 而且非常自律性要非常的强 所以在我的学业里面呢 我也非常感谢 非常感恩 就是说 我们这种整个的教育背景 是掺杂的中西的优点 也掺杂了一些中西的一些弊端 OK 那么这个优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接受这种从小这种对音乐的这种军事训练之外呢 让我养成了一个有这个音乐的这个技巧 然后到了西方以后呢 但是西方他们的那种教育方式呢 他是那种鼓励的形式是比较多的 但是鼓励的形式虽然很多 但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呢 大家都是群龙群手 每个都是优秀的精英 所以呢 在技术的要求上是非常的强的 到了英国以后 不用老师来 催逼我 不用老师来 毁谤我 不用老师来 严格的要求我 我自己就感觉到那种无尽的压力 因为你在旁边的人都是精英 都是优秀人 好了 那么在英国那段时间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在英国的时候呢 在我们以前求学的背景 大家都是在这个 只是专注在学业 然后下了课就开始补习 不停的补习 这课补完了补下一课 总是要名列前茅才可以 所以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多余的时间 放在打工上 根本不可能去打工 因为我们下课以后时间 要么就是练钢琴 要么就是要去补习 但是到了英国的时候呢 我就接触到一个极大的文化的冲击 这个冲击在哪里呢 因为在亚洲 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是在学习 在念书 你只要把书念好 你其他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父母砸尽了所有的经济 都是砸在我们的这个学习上面 OK 那 但是到了英国以后呢 我就发现我旁边的同学 他们不但在练钢琴同时 他们都去打工 突然的我觉得 我好像是特立的一群 好像我是拿着父母的钱 在国外 只要负责练钢琴就好了 所以顿时呢 我感觉我自己好像成了一个异类 那么到了圣诞节的时候 圣诞节就大家都回家了 我就学校也关门了 当学校关门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特别寂寞 特别孤独的时候 因为圣诞节的假期很短 我不可能从欧洲就跑回台湾 跑去跑回去只是一两个礼拜 所以在那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个假期里面 我感到特别的思念家里 可是又不知道做什么 因为学校都关门了 我也不能够去练琴 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 大家都在打工 所以我也想去打工 因为我想跟大家一样 当然当时我去打工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我是在一家 当时英国很有名的一个 就是连锁店的一个旅馆里面 它叫Dolphin & Anchor Hotel Transforte Hotel 我就在那个旅馆里面 中午我就去做这个waiters 女服务生 因为我不知道能做什么 因为我们当时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去打那种很正 你没正 就是很正式的那种工作 只能打那种 好像林工 像学生的林工这样子 那么晚上呢 我就摇身一遍 就变成了 就是在旅馆里面弹钢琴的 就是钢琴手 所以我的身份在中午呢 是女服务生 到了晚上 就是一个钢琴手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角色的变换里面呢 其实呢 我现在想想 我是非常的感谢 感谢在那样子西方的环境里面 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在我还做学生的时候 我就接触到社会 而不是每天就是埋头在我的课本里面 但是呢 当我打工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我的当时的英文 也不是特别的流利 那么打工的时候 我还要 我还记得 我要记好多好多的那个菜的那个名字 光是记那个菜的名字 就已经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难的课程了 因为我本身在当时 我是不吃西餐的 那么 我不是西餐 可是我需要背那些名字 还有一个 当时他们用的都是银器 刀叉 这些还有他的那种餐桌礼仪 所以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 我必须要观察 我们的客人 他们的礼仪是怎么样 所以我必须要效法他们 才能让我自己 显得比较融入 融入当时的文化 那么这个对我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课程 可是当我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呢 我是不敢告诉家人 我在餐厅里面去做这个女服务生的 因为在当时西方的那个环境里面 当我们去做女服务生的时候 这好像是一件很自然而不过的事情了 可是在如果传去台湾的父母耳中呢 他们就觉得说 什么啊 我们给你们 我们给你这么多的钱 让你去国外求学 你竟然到餐厅去做女服务生 你让我们的脸往哪里放啊 好歹我们也是有身份的人 所以我一直不敢说 直到到了暑假以后 我们放假了以后 回到台湾以后 我就会告诉父母 我在 我还很自豪呢 很自豪的告诉了父母 我在那边打工的情况 为什么我很自豪呢 因为我觉得我融入了那里的文化 从在英国奋斗的过程当中 我就知道 用自己的双手赚钱 我会更珍惜自己赚来的一切 虽然我的父母给了我足够的经济条件 让我可以很多年 都不用去打工 只要好好的把自己关在琴房 练钢琴 好好的念完书 拿到一张很高的文凭 但是我现在想来 那种文化的差异 那种文化的不同 其实在那样子的环境 艰难的环境之下呢 思念家里的环境之下呢 其实我学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 我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对我的日后的 这个整个人格的发展 是有极大极大的影响的 自从英国毕业之后 我突然发现自己是一个脱胎换骨的 不是不应该说是一个学生了 我觉得我自己是应该 我自己叫做一个女汉子 因为在英国那个环境里面 一切都要靠自己 不但有语言的问题 有这个文化适应的问题 我还要面对这个种族歧视 还有这个同学怎么看我 因为我不愿意在同学面前 是一个千金大小姐 大家都在忙着念书 练钢琴打工的状态之下 而我只是好像在家里 像是一只金丝雀 好像是一个梦幻先进里面的女子 只是每天在那边弹钢琴 做自己的梦似的 所以在真正在父母 把我从台湾不同的价值观 不得已把我送到英国去的时候 他们让我看到另外一个更大 这个更大的地方呢 就让我看到了 其实我们人生的价值 不是只有在那一张文凭 对我来说 目前我在回顾我自己过往的生命 我觉得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一个生命的蜕变 还有生活的成长 如果没有我在英国当时去打工 去经历那些困难 经历那些种族的歧视 我觉得我今天的抗压性 不会这么强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打工的第一天 我要抱着整筒的这个金 就是银器的刀叉 整筒是非常非常重的 我要搬着整筒的这个刀叉 放在那个洗水槽里面 而且是要浸在药水里面 所以呢 我记得第一个晚上 我洗完了那些手 我的手泡在药水里面的时候 我的手全部皮肤都皱起来了 因为那些都是要把那些银器 抛光的那种药水 可是我的手 中午洗完了那些东西 晚上我是要去弹钢琴的 所以在那种角色兑换里面 我学习到了一个 大家在大家眼里看到一个尊 一个碑的这种不同的落差里面 但是在这个落差里面 我并不因为我中午是一个女服务生 我感觉到自己是特别的低下 我也不因为我晚上我是一个钢琴手 我就比人高高高了一等 这个是当我来到西方社会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真正感受到职业不分贵贱 我真正感受到人的价值 它是平等的 不管你是什么种族 不管你是什么肤色 不管你是公司的主管 还是你是公司的员工 不管你是农夫 还是你是谁 都是一样的 这个在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看到的更加更加的明显 所以呢 从这个东方走到西方 我受到了一个文化上极大的冲击 而这个冲击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 那么我非常高兴在这个价值观里面 我有更多不同的看见 这个是在东西方文化的最明显的文化冲击 所以在我们东方的文化里面 小孩子他对他自己的定位 是不是只是建立在一张文凭上面 如果是我个人现在再回头看我的生命的话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老师 我也做了一辈子的老师 音乐老师 合唱老师 还有一些 常常也是办一些讲座 我更希望我的下一代 也更希望我的学生 他们认识到 我们整个人的人格发展是全面的 而不是只是在书本里的 他更重要的是要能够面对社会 面对世界带来不同的东西 带来不同的价值观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东西方文化的不同 与他的冲击性 那么我不知道你的价值观是在哪里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跟西方西方人士比起来 我们大家都很佩服我们中国人的 我们的这个学术非常的高 也非常的优秀 非常的勤奋 非常的刻苦 任何时间都在工作 而且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就在为我们未来的经济无忧 或是财富 或是我们的幸福 先做好这种未雨绸缪的预备 跟这个西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 他们觉得说 他们还是在这种方面 他们还比较豁达 不像我们有这种危机感 OK 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 他各有优 也各有弊 但是呢 只要我们这个度掌握的好 我们能够取这两方的优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优秀 是非常的出类拔萃的 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矛盾与挣扎 这个矛盾是这样子 在我在 我特别为我的父母 感觉到骄傲 因为我的父母从小 对我们的教育是放下出孝子 而目前我也感觉到 放下出孝子 我的那种自律性 是比一般人要高的 是比这边的人要高一等的 比如说 这边的西人 他一个礼拜 他可能工作五天 那么最实际的例子 我一个礼拜可以工作八天 其实这是我夸张的说法 一天24小时 我可以说 我一天工作25小时 甚至我跟大家分享 一个真实的事情 就是说 我可以同时做很多很多全职的工作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非常的拼命 晚上睡觉 因为我是很多工作是对着全世界不同的时段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是戴着耳机睡觉的 我不敢错过任何一个要打电话进来的工作伙伴的一通电话 我深怕因为我错过一个电话 就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这个就是我从小在这种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这种教学环境里面 还有充满竞争的教学环境里面 成长背景里面 我给自己的那种养成的习惯 当然我来到西方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能够接受 那不可否认的 有时候我会用我这种原生家庭的这种严厉 也会去期待我的工作伙伴或是我的学生能够达到这样的成效 能够达到这样的刻苦的精神 但是呢 在这个中间 我有很大的冲击 就是说 我也必须要去调整我这个思维 同时 在调整思维的 这个同时的 这个时间里面呢 我有时候再回头想 我好像忽略了什么是花香 什么是鸟语 因为在我前半辈前半辈子这个生命里面呢 我把我的生活呢 都放在这种事业上的打拼 成就的追逐感 还有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也在前一幕花里面 不知不觉里面 我拿这个来评量我自己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这个东西我到现在都还在调试我自己 但是呢 经过了 大家知道 我们经过了疫情 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 在这两年半的时间 我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思考 这个深刻的思考就是说 原来我们失去了自由 以前我可以到外面 常常走来走去的工作 这两年半时间 我没有办法在外面走了 我必须锁在家里 可是当我锁在家里的时候 我一面我的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我的工作更加的忙碌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思考到 我原先生活里面给了我美好的空气 可是我现在不敢出去散步 我不敢跟人家出去交流 因为我害怕 疫情带给我可能的危机 我原先有的自由 我现在没有了 我必须锁在家里 虽然我也很喜欢锁在家里的日子 因为在家里我多了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比如说母亲吧 母亲年纪大了 我可以在家里一面工作一面看着她 所以这个让我又有另外一个体会 就是说 当我在为我的工作 就像华人这样子拼搏的时候 我知道我也失去了很多的东西 很多全面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说 我们人在奋斗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休息的 这个休息是让我们走更长远的路 那么就在这个疫情当中 虽然我还是很拼搏 可是我体会到了 原来我以前过年过节 我从来不给自己一天假 因为我总是在想 如果我给自己一天假的时候 我会损失多少 如果我一天不上课的时候 我会有多少的 学生可能会流失 或是我可能会有多少的经济利益 会没有办法得到 但是在这个同时 在我拼搏的过程当中 我总是觉得对家人的照顾 对家人的互动 是随时都可以的 所以我就一天拖过一天 一天拖过一天 等到拖到疫情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妈妈年纪大了 她走路已经不稳了 而我发现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 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突然发现 我母亲 她突然变得很快乐了 这个快乐是一种满足感 因为有一次我带妈妈去看医生的时候 那个医生问妈妈说 因为老年人通常都有一种忧郁症 她是属于老年人的忧郁症 他们很寂寞 很孤独 那么医生就在我面前问我妈妈说 你感觉到快乐吗 我非常惊讶 我妈妈跟我说 她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她非常的感恩 我可以说 可能在我妈妈年老的时段里面 她最快乐 最感恩的时段 就是这疫情的两年半 因为我们的小孩都被迫 要待在家里上班工作 不能够出去 因为公司都关了 所以这也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 那同样的 这也让我想到了 西人的一些整个的思想背景 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很平均 他们在平常一到五的时候 他们很亲密的工作 到了六七的时候 他们能够把时间挪出来 跟家人 所以他们叫做 在这边北美中 他们叫做Family Day Family Day Family Day就是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跟小孩相处的时间 不希望人家打扰 在这个相处的时间里面 也就是他们给自己充电的时间 但是很多时候 在我们华人里面 对我来说 到了周末的时间 才是我更加要 把没做完的事情赶快做完 而且赶快 甚至有些人赶快想要去加班 因为加班有加班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其实我们很向往一个自由的生活 很向往自由跟快乐 因为在音乐里面 他就是自由 快乐 还有释放 是一种美的东西 所以这是我们的矛盾 我们一方面很向往自由 可是一方面 我们把自己捆绑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我讲的这句话 就是我们自我 本身带有一种矛盾 特别是在我们在 在中国 或者在台湾 或者在亚洲 这种这么多人竞争的 这种环境下 然后我们向往的 来到西方文化 西方的社会里面 可是当我们来到西方的社会里面 我们除了学习之外 还是学习 还是希望一直往上爬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 这个西方的环境里面 跟西人有一个真正的互动 或是一个真正的结合 那么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个矛盾与挣扎 比如说我就会想 过年过节 我要是今天不上班 哎呀 那我今天算算看 一个学生这么多钱 那五个学生 我就损失多少钱 我总是以利益为优先考虑的条件 去衡量 我该给自己多少呼吸的空间 可是现在我人生已经走到这个阶段 经历了疫情 也看到了最近世界上的变化 这里有地震 那里有战乱 这边有饥荒 那里有 有这个 很严重的这种 就是病毒啊 什么的这些的 所以我就发现 当我们在我们宝贵生命 年轻的生命 如果我们不能够经历到全部 而我们只是买手在我们的钢琴 我们的课业里面的话 而没有包括其他东西 我觉得这是有点可惜 也有一点点狭窄的 那么我看到许多从中国啊 从台湾啊 从马来西亚 新加坡 日本的这些来到 这些国外的这些学生 我特别特别的为他们感觉到快乐 因为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一旦接触到这边文化的时候 他们发现 很多东西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里的学生呢 他们不是只有念书而已 现在我自己有三个侄子 侄女 因为我自己的经历 我就觉得他们如果出去打工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因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在念书的同时 他们去经历生活 也经历到这个社会的不容易 那么他们在很小的时候 就训练到他们自己的情商 训练到他们跟人的相处 然后训练到 比如说有这个管理的能力 而这些东西都必须要从底层做起 这个跟我以前父母 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父母说 你竟然去做一个服务生 你竟然去扫地 你竟然去做这个 其实在我们加拿大这边 我很多的学生 他们一面大学还要自己去赚钱 拼透自己的学费 他们不但在学校念书 他们还要打四份工 那我就发现他们到麦当劳 他们到麦当劳肯达基去打工的时候 即便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工作 他们都会需要老师 因为我是他们老师 他们都会需要老师来给他们写这个推荐函 这个推荐函里面还有很多的要求 所以即便在这里 坐着我们认为是属于那种 而不是白领阶级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那对于小孩子来说 对于我自己的学生 或是如果我自己个人经历过这样的低 这样子的这种底层工作的这种 就是基层工作的这种训练 耐力 还有这种刻苦 忍耐 伸缩度 接纳度 我觉得对我个人本身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对未来很多环境 一个抗压能力的一个训练 所以呢 现在我看到我的侄子 子女呢 他们呢 除了念书的同时呢 周末他们就赶快去打工 我看到他们在人际关系上的成长 我看到他们在管理上 然后在他们经历的环境里面 他们看到这个生意 这个企业怎么样去经营 他们眼睛观察到的 不是只有课本上的理论的东西 也不是只有课本上知识的东西 他们是在经历的真正的生活上 以后每一天要面对的 可能有的挑战 对生活的抗压 抗压力 对生活所要面临的挑战 还有对于 其他的同事 或者是同学之间 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打工 他们所经 所有的一些经历 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参加非常多的活动 譬如说 他们不是只是像 学士啦 硕士啦 博士迈进 他们参加非常多的演讲比赛啦 体育活动啦 在加拿大是非常重这个体育 体育的 所以很多 很多会有人会拿 用体育拿奖学金来到加拿大求学 OK 体能的发展啦 文学的 文字上呢 很多的作文比赛 辩论比赛啊 甚至是戏剧比赛 甚至我有很多的学生 他们除了学校功课非常棒以外 可能他想以后要去念这个医学院 但是同时他们在音乐方面 也没有放弃 所以说在国外他是提倡一个多项多项文艺全能的一个平衡发展的一个优秀青年 这点我是非常提倡也非常鼓励的 也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外的这种教学理念跟环境 另外一个 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矛盾与挣扎 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呢 在过去我们会觉得是说 爱之深 则知切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语言方面呢 我们可能会用很强烈的语言 哎呀你看看谁谁谁的孩子啊 人家怎么样啊 你要是不怎么样怎么样 你以后就不能像他这样子啊 呃 你看看以后呢 如果你不好好努力 谁都每个人都能够比你强 哦 这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的 OK 那么在学校里面 我们就有分这个班那个班 就A班B班C班 还有放牛班 所以呢 A班B班的老师呢 他们都是要进到特别好的 这个第一等大学 老师的言语呢 他所谓的用词方面 他可能就会说 哎你看呢 如果你们不好好念书 你们就可能会流落到放牛班去了 呃 但是我来到西方的时候 我就发现老师对我来说 或是主管对我来说 第一个 他是用肯定的 他第一个就是肯定我 哎 你这个做得很好 很不错 继续努力 如果你能够再把这个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话 那你就是更加一等 就是更加更加的优秀了 所以呢 呃 所以在 我后期受的这个音乐 呃 这个 这个 学术教育 还有我整个的这个文化的背景来说呢 我就已经非常的能够呃 融入他们这种用鼓励为主的这种 鼓励为主不表示完全不指出你的缺陷 他还是点出你的缺陷 其实他呃更加的呃 就是说比较柔软的这种方式 不是直不隆隆的这种方式 那么这个再对许多的学生 因为我自己做了很多的试验啊 我自己做了很多的试验 就是说 嗯 当我在教学的时候 学生不行的话 我可能自己情绪一击的话 我可能也会 我那种在小时候 我小时候受的原生教育的那种说话的方式呢 我就会慢慢跑出来了 我就会因为情绪的这种一个紧绷 我为了想让学生更加的优秀 能够拿到名次 能够拿到奖学金 我那种原生家庭的 还有整个文化背景带给我的那种教育方式呢 我就会从我的文字和我的这种口语里面 不经意的就出来了 当我出来的这种情况 有时候对于某些人 他能够是更好的激励 那么我就会看到父母在背后呢 他就觉得 这个老师挺不错的 这个老师很严厉 很不错 我喜欢这样的教育方式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看这个小孩子了 这个小孩子本身呢 会有两种情况 一个他有些小孩 他能够被激 是一种激将法 他能够越发的好 一个小孩子他就会 另外一种小孩子 他的性格方面 他可能就会反叛了 他就会有一种逆反的心理了 反而跟你逆着来 在这个时候呢 我会马上提醒我自己 尤其我常常在带着合唱团 合唱团里面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性格都有 一个合唱团 有时候30个人 有时候50个人 有时候你对他有一种压迫式 对他很有效 但是有时候有一种压迫式 他就要逃了 他就有一种 有一种这种 想离开你 因为他觉得你 你这种方式 对他来说是一个负能量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会转换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 哎 你这个挺不错的 你这个挺不错的 但是如果你改 这个地方改啊 怎么唱啊 这个地方怎么弹啊 那个地方你收拾抬高点 那就是更加的完美了 所以当我发现我在用这种方式的时候 我觉得在这个两个比较之下 这种方式 他的接触度比较高 而且他的动力感比较强 嗯 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啊 因为嗯 我们在合唱团里面 大家都是有一些历练的 那么我自己身为指挥 常常也跟一些团长合作 那么当我在鼓励鼓励这个鼓励这个团员 我有时候 嗯 也会用一些比较好的言语 比较容易接受的言语 去先去点评他们 然后我才讲他的缺点 要改的什么 要什么地方要改 后来呢 我就发现 有些团长呢 他们就不太能够接受这种方式 他们就会跟我说 你不能这样子鼓励他们 你这样子鼓励他们 他们就飞上天了 啊 我们以前的老师从来不称赞的 只能说哪里要改 但是对于我这样子一个从 啊 年轻就已经来到西方文化的 我就特 比较不能就有一种难度了 对我来说 因为我接触的西方文化的时间 可能更长 啊 在在西方文化将近快要 三十五年 快到四十年了 时间了 那我就会觉得比较难调整 而且我也觉得 如果人家这样对我的话 我的接受度可能会比较 比较低 所以呢 呃 当我发现 这个团长 在要求我这个指挥 用更加严厉态度 对的这些群友的时候 哎 我发现大家 在这个合唱 在这个音乐里面 他突然这个音乐变成了一种压力 变成了一种负能量 那么也变成了一种很多人退步不前的这种恐惧感 这个是我在两个不同的方式里面 呃 得到了一个一个一个 呃 呃 不同的结果 那么我自己个人呢 我更希望用一种鼓励的方式 呃 再加上建议 鼓励跟建议 这个就是我在打破我小时候的一个教育背景的一个方式 那么现在呢 我知道因为我离开台湾已经很多年 已经三十多年了 我知道台湾现在也不能够再体罚了 老师不能够再体罚学生 以前我们是老师体罚学生 不不体罚就不叫好 不就不叫好老师 所以很多的父母他会希望老师对孩子非常的严厉 啊 这样子的方式 但是呢 像我们家三个孩子 呃 我们老师呃 前两个孩子 如果老师对我们很严厉的时候 哎 我们就更加的出类拔萃 我们努力努力要达到父母的要求 努力努力要达到老师的老师的期待 不能给父母丢脸 我们我感觉当时我是总是在为另外一个人 为父母 为父母争光荣 这个是我为父母争光荣 其实我这一生我只觉得 只有一个是我自己为自己坚持争取的 就是我特别热爱音乐 啊 那么呃 我很感激就是说我的父母也在我这音乐方面 虽然他们当时并不是赞成我走音乐的专业 因为他们总觉得音乐家一定是饿肚子的 但事实证明 我最后用我的 来证明 我并没有饿肚子 而且我还活得非常的丰满 这是我感激我的父母 他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来呃 最后接纳我选择的专业 同时也支持我 然后让我能够借着我对音乐的热爱能够到呃到美国西雅图到英国之后呢 我又来到了加拿大 啊 这个就是呃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呃 在这个文化的综合里面西方跟东方的这个一个不同的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呃 当我们很多的人从东方向往西方来到这里的时候 可是他还是在他里面他还是在他里面的一个小圈圈里面 因为他 第一个他放不开自己 第二个他他有恐惧感 他争不脱没有办法挣脱那种模式呃 他又呃对我们这个西方的文化呢 或是西方的人呢 他有一种想进去可是又自己又走不出来的这种这种这种呃 纠结 那我自己呢 我其实是很就是说很很幸运哦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在美国西雅图的时候 其实我是住在一个华人的一个大学城里面 那么华人大学城里面我每天日子过得很日子过得特别的快 因为在这个大学城宿舍里面呢 每天我是用我自己的母语去跟人家交流的 所以显得特别的开心 完全没有那种在异乡漂泊的感觉 啊 但是呢 自从 我到了英国以后 我就体会到那种孤独的感觉 思乡的感觉 因为我的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华人 能够用我的语言跟我交流 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我连哪一天是除夕 哪一天是过年 我都不知道 还是我的父母跟我说新年快乐 我才知道啊 现在要过年了 应该拜年了 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我还记得很清楚 在英国的那些路上 我带着耳机 就不停的听一些音乐 来排解我心中的孤独感跟寂寞感 但是我现在回头再看 那些孤独感跟寂寞感 我太感恩了 如果不是孤独跟寂寞 我在学校 是被迫的 要去跟西人 用我那个憋脚的英文 来去跟他们交流 我还记得当时 他们都是用刀叉 我还习惯用我的筷子 可是因为我 更在意别人看我的眼光 我不想在别人眼中成为一个 中国瓷娃娃 好像还是拿着筷子去 夹菜的在西方 用筷子去夹菜的一个异类 所以我就学习着怎么样去用刀与叉 就是在这样的孤独 我旁边没有华人的帮助之下 我必须 因为人都有一个生存的本能 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存活下来 而且当时我想说 如果我在英国 我不能够拿到好的学历的话 那么我怎么样跟我父母交代 他们放了这么多的学费给我 英国学费那么贵 所以呢 借着打工 借着跟同学的交流 借着跟老师的交流 所以我必须要接触到 真实的西方文化 然后慢慢的我要调整我的思维 这也奠定了我来到加拿大以后 我非常的独立 而且在我一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我对于进入这里的主流文化 我就如鱼得水 觉得非常的自然 交流方面也没有什么障碍 慢慢的 我加入了这边许多的这个文艺团体 另外一个 因为我是我们这边 多人都国际和平电影节的一个音乐总监 及这个和平大使 所以我要接触的人是全世界各种肤色的人 因为我们是一个电影节 这个电影节呢 它是全世界都来都来这个参展的 我们第一年有大概一千两百部的片子来参展 在这参展的过程当中 我必须要接触 黄种人 白种人 黑人 印度人 中东人 各式各样的人 但是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环境 因为它这就是一个 一个大合一的一个家庭 在这个合一的家庭里面 我真的感受到 我也看到我非常爱慕不同的文化 我特别骄傲我们中国文化 五千年 OK 特别骄傲我们的刻苦 勤劳 聪明 才智 这种 中华文化的这种精粹 但是 我也非常的爱慕西方文化的这种浪漫 释放 自由 不受拘束 这种元素 我特别喜欢 特别是因为我自己是学文艺的 我自己是学音乐的 我对艺术特别喜欢 所以呢 这种特质在我的作品里面 是不可以缺少的 也正因为我对这种特质的这种向往 所以我今天会来到西方的世界里面 而且在这里生活的非常的快乐 感觉到多元文化 它的美 但是多元文化 感受到它的美 我觉得还不够 尤其对于一个孩子来讲 我觉得一个多元文化 你看到这个文化的美 你看到那个文化的美 一直是觉得很美 可是你一直站在门外 我更喜欢的方式 是我想要走进去 我不只是从我自己的文化走出来 我带着我自己文化的优秀 我走进了别的 我接触的应该玩一个文化 因为我想接触他们美的地方 譬如说拉丁 拉丁的音乐就是非常的奔放 非常的狂热 我喜欢那种释放的感觉 完全是忘我的那种状态 而不是我以前的那种拘谨 内敛 含蓄 谦虚 保守 如果说我的音乐里面 完全没有那种幻想 没有狂想 没有这种浪漫的空间的话 那么我的音乐一定是比较严谨的 那这跟个人性格也有关系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跟西方文化 我对我来说我不觉得有距离感 然后在加拿大这样的优势的环境里面 它的优势是什么 它就是多元文化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包容 他们都非常爱慕我们的中国文化 同时我不但为我们中国文化感到骄傲 我特别愿意跟不同族裔的人去做朋友 譬如说我们有一个项目 譬如说我们做一个电影节 我就特别想看到法国电影是什么样子 比如假如说我们办一个音乐会 我就特别想知道这个拉丁音乐 而且我不是只有听 我是跟他们直接的去合作 譬如说我就说我去帮你们伴奏 譬如说有一个打击乐 那么我可能是弹的钢琴 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打破了国界的限制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交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 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我就觉得四海 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四海真的就是一家 那么同时我们这个音乐里面讲到了真善美 如果我们这个四海能够成为一家人 那你知道一家人都是相亲相爱 一家人里面 譬如说有有些人五个兄弟姐妹 有些三个兄弟姐妹 这五个这三个的性格强项与弱项都是不一样的 他各有各的美 这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价值 有些人比较理性 有些人比较感性 他如果能够配合在一起 而且能够合作无间 互补 互让 互牵 互信 互爱的话 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环境 那么我很高兴也很感恩我能够来到加拿大 因为我当时在英国的时候 我从来没想过要来到加拿大 因为我就一直以为我在英国会一直待下去 因为我觉得在欧洲里面 他的艺术环境比较浓厚 那是我所爱慕的 所以我一直想在欧洲待下去 但是因为家庭的需要 所以我就来到了北美洲 来到了北美洲以后 我又认识了不同的东西 在这里加拿大 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个多元文化节 在这个多元文化里面 你这样绕一圈 基本上很多的文化你都接触到了 最喜欢我最高兴就是 当我们在办音乐会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看到不同的面孔 其实音乐戏剧 他就是反映人生 那一个人生里面 一场戏里面 他什么样的角色都有 如果他这些角色都只是一个压抑的角色 而没有释放了角色 那我想他会非常的枯燥 也非常的低调 那么在这个低调 内敛的这个环境里面 你突然加上一个比较张扬的 我觉得他那个张扬的 他有他特殊的人格魅力 有他的不同的这种吸引力 同样的 从这个角色反映到我们的文化里面 我们的中国文化和我们的中西文化的深度认识 交流之后呢 我觉得很重要是 我们在认识到我们的本身的文化的和西方文化的不同 他的优势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来到西方 我们想要西方的什么东西 这个西方东西可能是我们现在没有的 但是一旦我们到了西方之后 或是我们在东方的时候 我们想要怎么样的让我们自己的矛盾 我们自己心里的一些矛盾与挣扎 先把自己消化了 消化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能够学习 并且练习 练习跟西人交往 练习跟西人对话 练习走到一些西人的一些团队里面 观察他们的不同 同时我们要去实习 我觉得这个实习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不去实习的话 你只是认识到他的不同 你只是知道他的优与弊 那么这个还是存在着 在一个理论的层面上面 那么当我们有了一个好的心态 我们认识到不同的地方 我们又调整了我们的状态 我现在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我到西方去 我想要融入那当时的环境 我不是只是旁边都是同样的声音 只是所以我可以愿意去观察不同的声音 观察不同的戏剧 观察不同的角色 观察不同的文化 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姿态是非常的包容性 接纳性 并且实习性 我觉得这个实习非常重要 因为对于西人他们常常会给我们一个评价 就是说我们发现 中国人都是一群一群的 他们好像只跟自己的人说话 他们习惯是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但是呢 实际上西人对我们的这种文化 他们是非常非常爱慕 也非常羡慕的 特别是我们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了 他们对我们的科技 对我们的一些舞蹈 对我们的一些合唱团 还有对我们一些文艺的创作 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可是好像我们呢 是不是能够打开我们的这个门 打开了我们的新门呢 不是只是打开而已 而不是等在这里 而是我们直接就走进去 那么今天我很高兴有一个导演 他就来跟我说 他办了一个这个国际性的这个合唱 合唱合唱节 他就非常希望我带着 西人的合唱团来参加 那么我们在办这个国际电影节的时候 我的老板他们是一个就是西人 在加拿大人 他就特别跟我说 Elsa你可不可以让多一点中国人来参加 我们这个电影节 让他们来参展 所以他们特别为了中国制造 就是创立了一个电影的网站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他们不但对我们是伸开双臂 欢迎我们 同时他希望接触我们 也希望我们走进去 这个两个人的拥抱 是必须两个人都把手臂张开的 而不是一个人张开双臂 另外一个人则是这样扑上去而已 等待人家来抱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做西人的见面的那种礼节 就是一个 就是打开双手 尽情的去拥抱 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喜欢那种亲密的状态 因为那种亲密状态呢 展现了你的心态 你是非常愿意的 你是非常积极的 你是非常热情的 你是非常欢迎的 你不是保守的 你不是压抑的 你不是只是在等待的 你不是在观望的 这种状态 那么我觉得当我们这个心里的这个心态 状态跟我们的姿态 能够一步一步的往上做的时候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步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虽然离开了我们的故里 当然一定会思乡 离开家里到另外一个地方 一定有那个彼岸的优势 是我们想去 是我们向往 是我们要追求的 OK 当我们到了那里时候 我们保留我们固有了美的东西 再加上我们在当地 真正接触 真正走进 真正变成自己东西的东西 然后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那会非常的美 OK 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我们吸收了以后 我们也能够消化 真正的消化 我们吸收西方文化以后 我们消化 消化才能够变成自己 消化了以后 放在我们的里面 消化吸收了之后呢 再下一步 我觉得很重要的 它就是要传递 如果你能够传递出来 传递一定是双方的 传递一定是有一个 就是说 不是只有我传给你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在传扬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只是传 把我东西传给你 可是你的东西 我不想听 这种状态 我觉得它就不叫真正的 双向的传递 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是 我把我东西传给你 你把你东西 我们彼此分享 我分你一个苹果 你分我一个橘子 我们彼此分享 我觉得这个是我心目中 最理想的状态 如果我们能够 大家都能够中西结合 深度认识自己的矛盾 挣扎 或是抛不开的枷锁的时候 又愿意抛开这个枷锁 先走出去第一步 你就会愿意走第二步 有了第二步 你就会有第三步 走了几步以后 你就发现 你已经真正的在进入的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 我们的思维就可以到一个比较高的层面 就是在一个 在一个世界的角度里面 我们会发现 每一个文化都是非常的美 我们内心里面都有一点点 每一个文化的这种优美的地方 那么我们看很多东西 都会非常的客观 而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东西 才是最美的 我最想要有的状态就是 我们能够带着我们最美的到彼岸去 吸收彼岸最美的 把它变成一个更高层次的 结合的 不管是在真 在善 在心态上 在这个态度上 在姿态上 都是一个合一的状态 我觉得合一是一个最高的境界 所有的人真的在一起 最高的一个字是合 然后有了合 它就变成一了 它就变成一体 你不觉得一个家人 如果这个家人非常的相爱 它是一个一体 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吗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的文化 跟别人的文化 合变成一体 我觉得那是一个美上加美的事情 很高兴我今天在短短时间 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个 我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心如历程 也从我的音乐的世界里面 看这个世界 然后把这个世界全部都放在我的生命里面 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也希望不管是您自己 或是你的孩子 或是你的朋友 在接受我这样的理念之后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样子 成为制造这个 真善美合一的这个传递者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那么希望以后有空 有机会和大家再继续分享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 再到这里了 再见 我非常欢迎大家给我的 给我一些反馈 或是你有什么意见 我会非常有兴趣知道 大家这个对中西文化交流的 这个深度认识的 这个反响是什么 谢谢大家